大家好,欢迎收看Redxs从入门到实战 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下这个Redxs生命周期 挂载更新卸载这几类 然后那个 说了一下大概有这几个这几种状态 然后呢又说了一下那个 挂载的时候用到的两个这个 函数component 的will mount挂载之前的和component的deed mount挂载之后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几年挂载 然后又说了一下这个component的will receive props 这个是在这个 拿到有拥有者更新过来的这个属性之后来做的一个更改 它的产餐呢就是这个更新之后的这个 props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 更重要的三个这个更新状态更新的时候 然后相关的函数 一个是属的componentupdate 然后是componentwillupdate和deedupdate 现在说那个属的componentupdate 这个是干嘛是 这个是主要用来做这个判断 就是说你在更新这个更新props和steed的时候 是否需要对这个相应的dome结构做这个真实的更新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在这个展现dome的时候 可能说你展现的其实并不是真实的 并不是这个传过来的某些数据 状态啊等等这些东西 而这个状态的判断呢 可能说我即便说有某个值有某些值改变了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这个组件本身的状态 那么在这时候呢 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更新这个dome结构的 因为我们知道杰次操作里边 真正耗费时间呢 其实就是这个不停的dome操作 相比逻辑运算来说 这个dome操作更费时间 所以说给了你一个接口 让你来这个决定 是否说你的这个component需要来更新dome 那么这个函数呢 要求是返回一个这个bord值 返回处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需要更新的 如果是返回boss呢 那么他就是不需要更新的 这时候你无论你的这个props 或者是这个state有任何改变 他只要返回的是false 那么他就认为你认同他不需要做改变 比如说这个 我刚刚把这个 树达flate改成false 那么例子呢 还是之前那个有一个副组件和一个这个子组件扣成 然后副组件上板定了一个click missclick的时候呢 更改这个state 副组件state里边的这个count值 然后传给资组件的这个number属性 那么可以看到 我这如果写false的话 每次我点击 他只有调用这个函数 在这只有调用这个函数 但是 你的dome值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就是这个原因 他把这个 他根据你这个返回的指示来决定 他是否真的要更新这个状态 这个是一个这个更新之前留给你的这个接口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函数 那么紧接着呢 就是这两个同样重要的 我有update和这个d的update 这两个函数 这个我要重点说一下 这个willupdate 这个是什么时候执行的 这个是在这个具体dome更新 dome数更新之前调用的 那么这两个 数字componentupdate和这个willupdate 甚至你如果再宽泛一点 说这个包括这个component的willreceiveprofs 这三个函数的执行顺序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从这个函数名称上可以来理解一下 这个是每次我收到拥有着 传过来的这个更新之后的profs之后会调用 这个是我在更新之前判断是否调用 判断是否更新这个dome结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真的我更新之前 更新dome之前紧接着调用的这个数 紧接着调用的这个函数 那么意思上可以大家看出来 其实这个是最后执行的 那么就是临到这个 临到这个dome数更新之前就调用了 而这个呢 是在我更新之后 这个呢 是在那个数值判断之后 然后我来决定是否更新 我们如果来看一下打一下日志 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可以看出来每次都是 说的componentupdate 然后是willupdate component的数的 数的componentupdate 然后是willupdate 那么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在更新的时候 更新的时候 它的参数是这个nextprof和nextstat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已经拿到了计算之后的prof和state 这时候它的值是不可以改变的 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它的值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么这时候如果你改变了 结果会怎么样呢 大家想一下会怎样 如果说我跟这儿调用了一个setstate 它会认为你一旦有更改之后 它会认为你需要重新计算 然后啪啪 计算 计算完之后又调用了一次 说componentupdate 然后你返回处 然后进行它又调用这儿 它会陷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 你假如说你这儿 把它调用的意义 就写一个简单的 可以看出来这个值是一值 直接就出一个刷屏状态 一会儿就跟内存报告说 这个内存消耗殆劲了 我们给它加快点速度 看到这时候 已经死掉了 我任何 有任何操作还是有 那么紧接 如果把这个console取掉之后 可以看出来 它很快的相互调用 就导致一个超过内存最大的调用站 它超过超过了这个内存限制 所以要注意 一定不要在这种方法里再继续调用 要再继续调用这个state的值 那么这个d的update呢 含义就和看到的一样 它就是说这个每次更新之后才调用 这个没有太多东西需要说 然后是这个我们之前在讲的时候提到过 有一个叫做false update false update是干嘛使的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函数调用的时候 这个不是函数状态调用的时候 这个暴露出来必须调用的 必经 就是肯定会调用的这个函数 这个使你自主的可以主动去调用 但是这个false update是干嘛使的呢 前面这个pare的都一样 注意点看 这个就是说你在 如果你比方说碰到外界的某些值 或者是你自身的某些值 然后你确定说 我这时候就是需要更新 我需要这个更新之后再更新 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再更新 拿这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外层有一个这个count time 计算次数的 那么我在update之后 我的update之后 然后开始判断count time是否大于零 如果大于零的话呢 我就强制让它更新一次 并且这个更新的时候呢 我在最后零更新的时候 我把这个count time次数减减 如果它大于零我继续更新 直到它等于零 或者是这个小一点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做这个事 调用次数一定要注意啊 我先判断大于零 然后host update 然后count加减减减 是这么一个顺序 然后当它等于零的时候截止 这里要注意一下 有一点我必须要提前提前这个提前 这个声明一下 你在deadupdate和willupdate 以及包括这个说的component update 以及这个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这几个值 都是你在有任何更新的时候 才会调用的 如果是初始化的时候 它是没有任何调用的 是没有任何调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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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在点击一次之后 一开始content是散了 我再点击一次之后引起更新 引起更新之后 那么这个判断值呢就开始走起来了 等于二 等于一 等于零 然后这时候停止了 我们看一下打出来的这个日志 非常有意思 我第一次点击更新的时候 这次更新是从这个负元素点击 引发的 它首先receiveprops 然后是判断是否需要更新 然后是临近更新 然后是更新 然后是输出这个次数 这个次数是在这个更新之后输出的 那么第二次forceupdate的时候呢 本身的更新 它其实只是更新了自身 可以看到这个说的componentupdate和这个receiveprops 都没有调用 那么这就是它的这个意义所在了 它没有这个判断是否需要更新这一步 而是强制的直接更新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要forceupdate 这一点是这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随后你可能会 这个你有些判断 你forceupdate的时候 你可能会这个不小心 比方说想指望 从这个函数来来做一个这个拦截操作 但是它根本就没有做这码事 注意事项 我增加一点吧 那么第一点呢 是这个更新函数 是在你这个更新之后 它有初始化的时候是没有了 第二点是forceupdate 直接引起更新 从这个waleupdate 就直接操作了 那么这个就说完了 update基本上就说完了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 um will mount um mount um mount是干嘛的呢 就是这个卸载 在卸载的时候执行的 要说到这个的话 我们得这个一点一点开始说 首先来说这个怎么样来卸载一个这个组件呢 正常情况下我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 你要么可能是直接通过这种 remove remove这个tml元素来执行 要么是像这种 这个um mount component add node 这个reddome提供了 但是这个是全局的 我们先来看我们先来看如果是这种操作能行吗 结果肯定是不行的呀 看一下这个含义啊 看一下这个含义啊 那先锁定了 如果传的这个number等于3 我就把这个div给移除掉 他说找不到元素 原因可能是 这可能意味着说这个盗米元素是不希望有产生任何互动的 就是说你的元素他他们指望你都是通过这个react方式来操作 而不是直接拿到这个元素这个remove 所以这个时候会引发这个他刚刚的爆错 那么如果说是这种呢 我这样至少应该可以了 从字面意思上来说 amount component add node 他提示你说你要移除的这个你要卸在这个元素 他是让react通过react来这个渲染的 并且不是一个顶级元素 然后他建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 让这个拥有者更新他的状态 并且重新渲染 然后来移除这个组件 怎么来做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只能说是 比如说我想移除这个div 其实就是想移除紫元件 那我直接就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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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用这个number 我直接就pannels this.state.comp 如果他等等3 这事要注意 所以我不是用remove 我直接给他换了一个元素 比如说这个 试一下空行不行吗 所以我现在是把这些换购物 我现在就不想移除了 在这个小型上 那这些换购物 我现在也不想移除了 是不是对来引起的呢 随便换个大小 哎呦 哦这是错了 靠没看到 让我做一个猫 然后怕2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进到了这个 资源件被卸载的这个地儿 我有amount 执行了这个地儿 这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呢 你再把这个子元素 换成别的元素的时候 它就已经把这个 相当于把这个子元素 做了一个移除操作 所以这时候 它就执行了一个函数 amount 执行完之后 直接替换掉 就干了这么一事 所以这amount 一般是在这个子元素 被这个移除的时候 来做操作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注意就是这个 移除元素的时候 只能通过拥有着进行元素的替换 或者移除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 那我这时候点儿用空格 行不行呢 可以看到这个也是ok的 那么这就是一般的这种操作 你要么就是直接把它替换成这个空元素 通过这个运用者 直接把它替换成空元素 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这种卸载 而不是直接通过这个拥有着进行元素 这个是只能移除这个最顶尖的元素 可以这么干 那么还有一点儿 那么还有一点儿是这个 是因为时间比较紧 没有空说 就是希望大家下去之后 可以试验一下 验证一下 这个state 是在什么时候更新的 这个留到一个这个当作一个客户作业 就是你在这个每次更新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 我调用了这个this.set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我这时候去调用this.set.count 它就是我变换之后的这个值呢 因为我们知道update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 更新之后的值的这种引用 那么它这个函数是不是 同步执行的呢 大家回去验证一下 这个当作一个可爱作业 另外就是这个postupdate 这个我们在课上已经验证过了 不再做 那么这个换一个state的更新时间 或者说 这个set 是否是同步函数 另外呢 就是希望大家来这个看一下 这块相关的组件的这个生命周期 这个API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课上说的这个都是直接 直接来讲函数 但是 有一些这个串起来的操作 还是需要这个 大家在这个具体去领会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 下一节课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还有几个组件之外的 这么几个概念 原来的解释 还将Ajax使用 原来的解释 Ajax使用 表达和实践 以及这个rest 这节课就到这 这节课